圍坐一圈透過講師帶領聽都市原住民說話 這是打理文化搭橋人和戲子娃娃森林共同合辦的工作方 透過對話認識彼此 希望透過這個實際的交流 那讓這樣子的認知是進入到我們生活經驗中 它不是只是一個外在的知識 那我們希望就透過這樣子的活動來降低微騎士 史會緊張 可是後面跟大家談開了之後 聊開了 是覺得還好說原來大家都以這想法都差不多 對 就也是對於自己原住民的身分 想要被認同這樣 現場邀請四位都市原住民在地青年 說自己成長經歷 特別曾經都有過身分認同的糾結階段 引發非原民共鳴 有外國的朋友問我說 台灣的文化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突然發現我 就是其實我覺得漢人自己 有一點自己文化認同的問題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個 就是其實有想到原住民 可是然後但是我有發現我其實不知道怎麼介紹自己的文化 所以剛剛也聽到就是也有人就直接回饋說 其實他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的分享會不知道說 原來就是好像身為原住民還有那麼多的煩惱 然後有那麼多的一些內心的小秘密還有糾結 台灣是多元族群的社會 但為其事也無所不在 像這樣的工作方對話空間 能夠認識自己也認識其他族群 原始新聞Muras Uru 新北市細紙採訪報導 比如說 我們… 我們想要講到 我們現在的訪問 你們現在的訪問 我們明天主動讓 colours 我們對此 我們要講解 對這個事物事的